各位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黎雲俊 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後風 今天影響著廣東沿岸 所以來到大約6時 各區的溫度低了一點 是大乎在25至27度 天色方面,在衛星雲台可以看到 在今早早廣東地區附近的雲量都少了很多 所以在維港看出去可以看到 今早早天上的天色有很多陽光 我們預計今天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是乾燥和酷熱 市區的最高氣溫大概33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緩的北至東一風 我們看遠一點看看熱帶氣旋的資訊 在雷宋附近海域和在西北太平洋上面 有兩個熱帶氣旋 分別就是超強颱風蘇拉 和強烈熱帶風暴海葵 我們先看看海葵的情況 預計海葵會在未來一兩天 大致是移向劉豪行島一帶 而至於蘇拉方面 它已經在今早早進入了香港的800公里範圍以內 預計會在今天和明天 逐漸移向廣東東部沿岸 至福建一帶 但由於蘇拉有機會和遠一點的海葵產生相互的作用 所以之後的路徑存在幾大的變數 首先有機會沿著廣東沿岸海域向西移動 也有機會進入中國東南部的內陸減弱 所以大家要繼續注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資訊 而天文台也會在今天或明天 考慮發出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看看預報圖 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未來一兩天 受到蘇拉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廣東地區的天氣是酷熱的 而去到接近週末至下週初的時候 與蘇拉相關的趙雨 就會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而且這些地方風勢會比較大 海也有湧浪 所以天氣展望方面 預計明天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 而接近週末的時候風勢會比較大 也有幾陣的趙雨 天氣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